有一天 耶稣独自祈祷 门徒门伴随在旁 他问他们说 人们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 使者若看 也有人说是厄利亚 还有人说是一位 古时的先知復活了 他又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 白多禄回答 天主的基督 然而耶稣严肃地命令他们 不可跟别人谈论这事 耶稣说 人子必须受很多苦 被众长老 师祭长和经私弃绝 甚至处死 但在第三日必要复活 我问他们说是谁 是谁 我问他们的事 我问你 我问他 我问他